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我們這次拍的這隻Figure 其實呢... 都有點久的 大概是帶了他回家都有年多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和時間去拍到他 適逢最近他正在上映他的新戲 所以我都馬上把握這個機會和大家拍開箱了 但無限之戰裡面的 Rocats和I am Groove 這個是MMS的476 是真的有點久的 但是...沒辦法 之前一直讓了很多機會 給其他Figure 銀河守護隊的Figure 對我來說都蠻珍貴的 因為... 我有買他們的Figure是不多的 裡面的那些人 那些角色我都不太喜歡 Gamora 藍威 星雀 我都一般的 大家覺得這個系列是好笑的 但是我覺得... 那些人不是很吸引到我 尤其是星雀 星雀是... 不太討好我 所以我就沒有他們的 但是我必須說星雀的衣服 其實是穿得不錯的 我看過他的實物 至於銀河守護隊裡面 除了他兩個之外 我還買了聖誕照版的 這個螳螂女 收到之後 都會跟大家來一個看照的 其實到現在 我還沒進戲院去看銀河守護隊 因為沒有時間 但是我聽大家對他的評價 其實十分之高 因為最近 MCU他們很多電影都不太理想 無論是劇情也好 收視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銀河守護隊 大家都給他一個Like 搞到他會有點期待去看這部戲 我們來看看這個盒子 這裡是有一個小小的設計 推出來 是有一個斜的位置 一開 其實就已經看到他的視窗是這樣 Groot和Arocas 他們的地堂也是一樣的 隨你看看 他們完全是一樣的 只不過下面 分別會寫他們的名字 這個配件 也挺有趣的 是有兩把槍 還有一個 Agroos玩的Gameboy 一把是屬於Rocats 一把是給Agroos用的 上面就是Agroos用 下面就是Rocats 我們先看了Rocats 他這把也挺特別的 你看到中間是有一個流空的設計 就是我在後面動 你是完全看到我的手指的動作 至於他後面的位置 直到去拿窗的托位 其實你看到他好像有很多零件 組成在一起 那他這邊和後面的樣子都是一樣的 第二把就是Agroos用的 這一把就比較像是經常會看到窗下的樣子 然後就會有Agroos的Gameboy 很可愛 不知道他玩的什麼遊戲 他這些遊戲很像小時候 看人家玩的太空 那些戰機的戰艦 在那裡打雲石 或者打敵人的樣子 他的樣子是做得十分像那些舊式Gameboy 沒有啦 還有 還有一條帶 他這個帶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就是被Agroos用來掛在支出 它藍在身上 看人家有一個真的是絲帶 他這個整條都是膠 中間的位置就做了一些粒粒粒的樣子 那這條帶呢 前後都會看到有一個勾勾在 他的位置就會勾在這支窗的最頂的這兩個位置 還有勾在手柄的這個位置 勾完這支窗之後 他整個樣子就是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他可以做軟一點 現在他太過硬 變成他這些角度不太漂亮 我自己覺得 很可愛 很喜歡這個反半旗的Agroos 他整身超級纖壽 哈利波達裡面也有樹精 他那個樣貌和Agroos也很相近 是很纖幼 整身都是木 廢話 哈哈哈哈哈哈 那Agroos呢 他基本上整身的底色呢 都是深色的 然後呢 他的啡色上面會加了一些淺啡 或者是偏向橙色的顏色 還有呢 都可以在頭頭眉眉上加了一點點綠色 那看上去呢 他整個新的木呢 都十分之豐富了 而且上面都好像生了一些青苔仔 更加之有分明力 整隻Agroos呢 都是木的原因呢 你很難令到他去有線條 但是我覺得劇組是很聰明的 他們就懂得去用一些不同的大小 形狀 Layer 去搭上去 就令到Agroos呢 其實看上去都 就算他是木 都挺有一個肌肉感 他對腳呢 是一個很雜實的樹幹 那就令到Agroos呢 逛逛逛逛 都可以 都很相當穩陣 然後我向上看呢 其實他的腳是越來越滑的了 他胸口這裡呢 他特地有兩塊平衡 這樣擺在這裡 就看上去像是胸肌的 到後面呢 你看看他屁股也做了兩塊 好像是鼓肌一樣 就令到他 看似平凡 但其實他這樣這個設計 令到他 是很有肌肉型的 旁邊呢 他是做了一個小小的兔男仔 所以是 很QQ的 還有呢 我覺得做得最好 是Agroos對手 你看到他的肩膀 手臂 直到這個前臂 其實他的肌肉感 都很強的 雖然他真的是木頭 但是 我覺得他的型 是真的做得很漂亮 青春期Agroos 是經常扭手 他這個樣子 都十分之 還原他套戲裡面的 那個 性格 還有他那個青春期裡面的 那個情緒在這裡 我看上去呢 他有一點點生氣 很像一塊豬 他的眼睛 是異常的 是有神的 終於看到頭殼頂了 裡面呢 原來是有個 船窩在這裡 還有幾條頭毛片 他的頭頂 可以說是 他最多綠色的地方 Groos身上的件 會有這四條 好像 樹枝一樣的東西 他們呢 四枝都不同形狀的 不去認真看 又真的不太留意到 他身上其實是有幾個洞 例如隻手這裡 這邊 這邊 那這些洞 就是被你用來 把這些件 放進去 隨心而已 他沒有知道 哪個件 會放進去哪個洞 嘩 真的很隨心 我真的見洞 就放進去 他四個位 大概是這裡 手左右一個 然後這個位 還有就是腳這裡 然後我們看一下 Groos的手型 對呀 Groos也有手型 他這個是放鬆的手型 可以換的手型 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也是被你用來 拿著剛才那支窗 用的 最後一個手型 就是這個 好像白爪魚爪 這樣的物體 Groos是有第二個頭雕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生氣豬 扭氣的樣子 第二個頭雕 反而是 有點笑容 你看到它是抹帶了 抹帶了一點 抹帶了一點 不太大 轉到後面看 你就知道 其實你只需要 把前面的骨 去拆開 你就可以把這個 直接拆上去 看完Groos 之後 就輪到看一下 Roccas Roccas 它 其實我覺得 是做得不錯的 它小小的 其實都挺可愛 這款蠻紅 它的腳其實都挺尖 我剛才這樣 插一插 被它堵了一下 它穿了一條 吊腳的 九分連身褲 哇 這個戰衣 它穿上身也挺滑 其實 正常來說 這件是用來護膝蓋的 你看 它屈下去 膝蓋是這裡 它是下了去 可能它真的 太短了 它的腳 Roccas 身 有很多 例如它 它身後 它是比我以往的 任何一隻 HOTTOYS的 FIGURE 是做得超級軟 甚至它這些位置 其實它也是 有很多棉花 在裡面 它下面的 這個U-BAD 其實我覺得它挺有誠意的 因為它 真的是PU皮 但是這麼小 它也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 都已經 是相當不錯的 Roccas 它這件藍色 有衣服 其實它前面和後面 它都是用同一塊布的 但是我自己摸上手 我覺得是 後面的那塊藍色的布 是比較有布的質地 正面的藍色的這塊布 好像有一層很輕微的膠 搭在上面 因為我剛才研究這條褲子的時候 我發現它這裡 它的彈性是挺高的 我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但是前面 就變相 我不是很拉到 我不知道是它太貼身 我拉不到 因為它真的有一層膠在上面 但是我摸上手 我覺得它的質地 是沒有後面那麼軟 其實我自己覺得 Roccas的身 它應該是用了一隻 偏向金質的塗層顏料 在這裡 因為它無論我怎麼動都好 我都看到它明顯地 是很閃靈靈 上面是做了一些細節 看上去好像有很多 毛和毛神神的感覺 尾部可以360度旋轉 我剛才第一次就是這樣做 然後它脫了出來 很害怕 然後看真的 是可以組織的 不用怕 它後面有一顆東西 好像 好像一顆屎 黏住了 它的頭雕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基本上整個頭雕 我覺得它做得最漂亮 是 嘴巴 它的牙是做得很像的 前面真的有尖像 然後它裡面的大牙 是看到明顯地是圓滑一點的 它真的不是每隻都一樣 那些牙做得 所以我覺得 它的口滑 是做得最漂亮的 上面會有幾條白色的鬍子 這些會不會是某人的白頭白來的 以前小學會做些黏土的 有個同學做了一隻老鼠 美術老師就問他 你這支鬍子這麼厲害的 你怎麼會找回來的 然後同學回答他 是白頭髮來的 就地取材 所以我就在看這一隻 這些都會不會是某人的白頭髮來的 真的不得而知 看了ROCKET的可換手 它本身那雙手就是插著拳頭的 第一雙可換手就是這樣攤開了 其實是垂直的手影 然後那雙可換手就很明顯 就是用來插著槍 除了可換手之外 ROCKET還有一款可換腳 很少我們有可換的腳形 它的腳形就是這樣 它會押高腳 好像對鞋子一樣 很可愛 我發現ROCKET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好像只能用腳去夾住 因為它的夾子首先是很小 然後ROCKET後面有背包之外 還有一條尾頂著 所以好像你只能夾著它的腳 去hold住這個姿勢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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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OCKET和Grood玩得很輕鬆 先說一下Grood 首先我當初以為它的手會很難去弄 但又不是 它的手指出乎意料地遠 所以把它放進脂槍裡 都完全是沒問題 Grood的眼睛做得很漂亮 我剛才打燈拍照的時候 我才看到原來它黑色的眼珠 旁邊它做了一些紅色 好像血絲一樣 滲出來的效果 突然覺得它對眼睛好像色微笑 笑到我心裡發寒 Grood的心裡有四條東西 我一開始就說是 隨你妝 喜歡擺邊擺邊擺邊 然後我發現說明書 原來它有說到哪一條插邊 然後我看回 我四條都裝錯了 所以Grood做任何動作 都站得十分穩 你看照片 其實我都沒有用到地台 所以我覺得地台好像可以省下 看後面也有這麼多模式 沒有什麼位置可以再放地台 輪到ROCKET ROCKET的變化是比較少的 因為它有這個 我也不知道叫它封端大叫 還是大小好的這個表情 始終因為它是一個個表情 所以變了有很多姿勢 做出來都比較相似 還有比較單一 這兩隻的造型 本來我本來想著 ROCKET應該也站不穩 但是我把他的身 可能因為他拿著一支槍 那個重量可以平衡一下 他後面有一條尾 前面有一支槍 剛好就抓到平衡點 當然我現在是借了Grood去 讓ROCKET可以站穩 太好了 我又可以看這位了 這樣兩隻拍在一起 畫面我覺得 很有外 很有同伴的 那個基本的感覺 我在想像 如果旁邊有Gamora 有星爵 那些隊伍在那裡 應該也挺有的 挺震撼的 即是很感動 畫面 但他們的幾個 再想一下 應該都未必會買他們的 那就這樣先 好嗎? 這兩隻都可以 不過好了 今次的一支 Grooz和ROCKET的 開箱片拍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記得 comment, like, check it, subscribe 我出來的給我 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